古墓家鄉進修寶 高山學生謝曉峰 在這次新港發表會上受到注意 因為10年前他沒有因為要出頭 沒有繼續打掃 後來中心打掃後 也跟在學校所有的 用在自己經營的保養品輸入 他是古墓家鄉進修寶 高山學生謝曉峰 在今天就知廚科比新港發表會上 表現很好 目前他沒有自己創業做創業 還有學校歐調理師和媳婦來做電話 其實多少人都會有夢想想要自己當老闆 但是就是一個機緣下吧 對保養品很有興趣 所以就是去接下這個保養品的產品 繪圖軟體我用來設計 譬如說名片或者是文宣的DM之類的 然後還有自己的Q版 然後網站設計就是自己創立一個網站 然後將商品上架上去 紙袋 提帶 然後提帶部分就是 也是自己設計一個提帶部分 然後影片也是學習 怎麼將產品跟現在私下很流行的 那種十二星座做一個結合 三年前因為要算不繼續貼注 謝曉峰出社會之後 也做過很多工作 他認為自己還有不同的地方 所以國庭回來學校繼續完成扣押 因為在外面就業很久 會相信說讀書還是必須的 因為你的學習要進步 然後你的就業能力才會比較好 因為我覺得一直想說學以自用 希望能用學習的東西 然後用在自己不論是創業還是自己工作上 以社會人主豐富的經驗太多 謝曉峰在學校的表現 跟其他學生真不一樣 第一除了年紀 但是我會覺得跟同學良性競爭下 會激發自己很多靈感 對 這是很不一樣的 然後我也看到其他同學的設計 我會覺得說他們也蠻有想法 會互相去學習 可能社會經驗比他們多也有關係 然後我們也會互相去幫助對方 就是在課業上的一個進步這樣 他是一個自我要求非常高的人 所以丟給他一個任務之後 我都不用去擔心 然後他也會主動的找我去討論 你覺得這樣夠不夠好 或是哪邊需不需要再修正 然後而且他很熱心 他還會去帶領班上的同學一起去討論 所以像他們激盪出來的作品 我覺得非常的有特色 比如說一樣是提帶的禮品提帶設計 他就想說那我如果用銀鏈去做提神的部分 是不是讓那個質感更好 因為他本身在他的商務網站這一塊的產品 他的單價是比較高的 所以勢必我們所訂的客戶群就要叫他設 就是在比較高消費的主群 那我們所設計的一些商品的東西 就是讓他看起來有質感 才會覺得他有那個價值 回來好好中心客室 謝謝光臣朗也非常支持 今年他會繼續準備新學科技 希望可以拿到台海發力 為自己人心履歷表加分 接下來本件海底華三種菜紅報道